我 好一些啊 小子掉了 我来帮你 嗯 好了 谢谢 头发 头发挂在表上了 你别动 我帮你解开 好 稍等 疼了 疼了就别乱动了 好 快了 那个 要不我 先把灯打开 那个 需要帮忙关门吗 二位 你先帮我把灯打开 嗯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 不好意思 我把灵 你看完剧本了 看完了 我这儿肚子饿 出来找找吃的 我 我那个 要不然也不能来打扰你们 会不会 一直都在啊 哦 对 你刚才来 我给她发了消息 让她在自己屋里待着 别出来先走了 省得 你不自在 嗯 我要喊电话 那个 就是 不过我肯定不出来 嗯 我们刚刚在讨论 晚上吃什么 你在的话 一起吃吧 那个 莫老师 我能一起吃吗 你长的嘴就可以吃 行 那我那我就不客气了 晚上喝粥吧 家里应该有米吧 我再炒几个清淡一点的小菜 我想吃粉蒸牛肉枕 我也不会做 生病了 不应该吃清淡一点吗 好不好 改天吃好不好啊 你发烧了 反正所有的食材呢 都已经在冰箱里了 这样吧 我的烧也退了 我给你们俩做吧 好好好 发烧了应该吃清淡一点的 你自己也是医生啊 你劝劝他 反正我不会做 你们两个谁做我的美意见 那我做吧 但是你要是少吃一点 好 这个吧 又没有是这个 对啊 这么冻 你这怎么吃啊 是不是得解冻一下 要不我们把它放那个 微博炉里面盯一下 不 可以吧 我觉得可以 这一分钟肯定好 那样就没法吃了 肉质都破坏了 那怎么弄啊 把它跟这个密封保鲜袋 放在一起 在冷水里浸泡一下就好了 我 没有 好齐全啊 如果他不当医生 当一个除心组前面 但是这个爱好 不能当成职业 是吧 嗯 倒也是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莫老师啊 嗯 我们再等牛肉解冻 绝对没偷懒 这还没好呢 对啊 我们才泡了不到十分钟 来 看看这道口 米其林三星呢 这是 小苏打 料酒 还有筷子 我帮我拿一下 好 小苏打 谢谢 谢谢 松江水 嗯 葱姜水 葱姜水 那个 我不知道在哪儿啊 就是我家厨房归他馆 那里有县城的 这个是吧 这里有葱 嗯 应该这个 什么时候做的呀 中午做的 你那个时候不是在发烧吗 忽然想吃了 啊 所以提前备着 行 蚝油 生抽 蚝油 豆瓣酱 还有植物油 哇 好香 来用一下 嗯 二位还需要帮忙吗 在时不需要 我去吃个药 你看看时间 腌制十分钟 时间到了你叫我 嗯 哎呀 幸亏你来了 嗯 我越来越觉得 他有女朋友之后 这最大的受益人 居然是我 你看啊 你要是不来的话 这顿饭 肯定就是我帮他打下手的 我也不太会做 你会不会做不重要 主要是 他是这方面天才啊 平时我们去超市的时候 他都是把喜欢的肉和菜 先买回来 然后呢 回来之后再去研究食谱 再去琢磨怎么做 先买食材 再决定做法 嗯 哇 好 高级的职货 好 这就不懂了吧 他这不叫高级 他这叫顶级 你知道吧 嗯 嗯 主食吃粥 好 嗯 找一下米 哦 在那儿 在那儿 现在这 比我多熟了啊 嗯 你吃粥 嗯 你知道前两年 穆老师那个转发事件吗 哦 知道啊 他粉丝都知道吧 那是他唯一的黑历史 每天都被拿出来说 就是有一个人宠物丢了 然后爱他求转发 他帮忙转了 最后发现那个人 竟然是个骗子 嗯 后来他删了微博之后 还发道歉了 接着这些人就一直说的 是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的策划人 他说他骗钱 骗子 骗流量 还骗什么 人有多红 就有多少眼红的人 那个时候 我看着他那样 可心疼了 嗯 网友们吵了三个月 骂了三个月 最后还被人肉 对 他就是因为被人肉 后来怕影响医院 怕影响工作和病人 然后就 淡出这个圈子了 这一淡出 就是三年的时间 好可惜啊 我因为他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 连私信都不敢看 也不敢回复 这爱了我那些东西 我全都不敢看 我就怕什么 就不怕这 又惹什么麻烦 你看 这沐老师不就是吗 到现在 什么八卦的事情都不看了 所以呢 有一种恨 叫羡慕嫉妒恨 这种恨 你又说不出来 他什么是非对错 是吧 所以我们就把一切都 讲给时间吧 不用理会 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吧 盛盛 你是在安慰我吗 嗯 对 刚开始看到 是挺不高兴的 以前也没什么粉丝 没什么知名度 就是一个小透明 后来 突然那么多人这么说我 嗯 会不习惯吧 习惯了就好了 哦 而且我一听说他生病了 我都把这事给忘了 哎 忘了就对了 这有些人啊 每天就躲在网络背后 想说什么说什么 反正也不用负责任 是吧 最好的办法 不听不看 是吧 嗯 咱们要不然再炒一个 香菇菜心怎么样 好啊 只要你不嫌我嫌的男子 在男子上也比我做得好吃 嗯 加油 我去不待会儿 好 粉蒸牛肉斩香菇菜心 怎么做 我去查一下 嗯 没电了 嗯 时间到了 没有 我手机没电了 想搜一下菜谱自己做 可以借一下你的电脑吗 嗯 内容平白更方便 嗯 嗯 不要平凡香肠 这样可能会交重的 已经不发烧了 只是嗓子疼 所以没关系 我之前发烧的时候 一天都没有力气下来 我曾经上午发烧 下午工作 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 那 你爸妈不会心疼吗 还好 他们一个在肝意识中心 一个在心外 两个人一个星期 能够凑在一起吃一顿饭 应该就很不错了 所以 不会觉得我很辛苦 找到了吗 嗯 将打好的米粉 加入牛肉中 充分拌匀 铺在盘中 蒸锅上气后 大火蒸十二分钟左右 即可出锅 对吗 是这样的 打好的米粉 就在刚刚放葱姜水那里 嗯 辛苦牛肉大人 为我做晚饭 谢谢你来陪我 我 只是怕你 你一个人在家 万一没有人找我 哦 好 那我先去走吧 好 怎么了这是 眼睛不舒服了 想开眼科呢 来 我给你预解一下 老女朋友了不起啊 嫉妒 非常嫉妒 我爸菜不够 就做了一个小葱拌豆 谢谢 筷子 你说这人和人的命啊 是不一样 好 油盘 先喝粥 谢谢 婶婶 辛苦了 没事 那我先进去 博老师 什么可测啊 婶婶 辛苦了 好 干嘛 我要先吃第一口 新菜来吧 这香菇菜今儿是我点的 你们怎么不吃啊 我们在讨论 我们那个在讨论 这喝粥吃豆腐 是不是都应该用勺子 对啊 那我去拿 别别别 你别去 不能什么都让你 还我过去 那个 烧烤烤哪儿了 我不知道 你找找看吧 她不会不吃葱吧 怎么会 她什么都吃的 你给她吃草 她也吃 粉蒸牛肉展人快好了 那我进去看一下 嗯 先吃点 嗯 先吃点 等你一起 嗯 你真的是为了多女朋友看 今天什么话要说的 我说来还是不 不过没关系 你别说让我吃草了 你让我吃什么都行 啊 我发现你今天的话 好像特别多呀 不是 我在房间憋那么久 我这好不容易出来 看点好吃的 我开心 我一开心 我不就话多吗 我这也是大病一场 才有这样的待遇 你稍微收敛点 行 收敛 收敛 想介绍我 谁啊 王可 要不叫她过来块儿吃 好 我这一个电灯泡够了 不能再来了你 好 我这一个电灯泡够了 这王可是谁啊 你朋友啊 我不认识 有人了吗 没有 好 你说这电话也不接 咱怎么上去啊 我怎么知道 你说开车不相忙 非得骑个电动车 这车一路了还得在这冻着 起开 起开 让我坐活 你都嘟嘟当当一路了 你开车不得找车位吗 不得交停车费吗 不得加油吗 我这多环保啊 冲一次电馆一星期 要不你起来 你闭嘴 我说一句 你有一万句等着我 能不能先想办法 怎么上去啊 这栋楼是没人嘛 怎么半天不出人呢 你说墨青城不会晕倒了吧 不会吧 给人打120 我觉得 120来了可能也上不去 你觉得呢 120也不能开门啊 这大爷不会是住这栋楼的吧 都必然住这栋的呀 咱后面还有楼吗 那他万一是溜弯的呢 谁硬着菜溜弯啊 你看 你看 掏钥匙了是不是 乖 乖乖乖乖乖乖 听听听听听 师傅 您是住这栋楼的吗 我住这儿 太好了 我帮您 干吗 小伙子 什么事啊 叔叔 是这样 您别生气啊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也住在这栋楼 然后他发烧了 半天不接电话 我们就是怕他在屋里晕倒了 就是想上去看看 您给开个门就行 对 乖 什么单位的 怎么证明啊 你这朋友怎么这么烦呢 你怎么这么烦呢 干吗去啊 端菜 体贴入味啊 我来 给 那我先收回一下 不用 先吃饭吧 给我让你决美来收拾 对对对 给我 我们压碗能够洗的 好 我们两个以水带酒 感谢盛顺曼同学 大驾关联韩盛 为我们准备这三道小菜 行了 差不多行了 咱们就踏实吃饭吧 我先尝尝这个 粉蒸牛肉汁 我也尝尝 你确定这个菜是第一次做的 你确定这个菜是第一次做的 好吃啊 真的吗 这顶级失货 女朋友做出来的东西也是顶级的 好吃好吃 来尝尝我点的这个 还是有天赋的 不是我吹样的 你这第一次能做成这样 相当不错了 那你们多吃一点 好好好 住吃 住吃 你半生了 然后多喝一点汁 好 你看 生意都变这样了 你那个 下次周年庆之前 一定要把嗓子给我养好了 这你爸也别来工作了 我前两天那个也感冒了 然后还去做了个体检 我那个报告你帮我看一下吧 行啊 你拿来吧 我去拿去 做得真不错 那是因为是你调得了 那你的粥包得了吗 来了 哎呀 包包来了 帮我好好看看啊 花一千块钱做的呢 怎么了 你这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平时话太多了 吃得太好了 你再这样下去 我告诉你 这啥天就脂肪肝啊 双双 你如果天天守着她 天天吃好的 能够得脂肪肝吗 是吧 确实是要荤素搭配 偶尔吃一些醋粮 对身体好 她平时不在家 我都吃那个醋粮 玉米面 有点小米粥什么的 行了 没什么毛病啊 累 不过话说过来啊 双双你以后嫁给她 千万要出于这点 别惹着 怎么了 怎么了 a 没事 我忘了这个粥 刚搭出来也太烫了 慢点吃 嗯 那个 人家粥太烫了 你给吹吹吧 你再说话 你脂肪肝了 我告诉你 嗯 谁啊 我去看看 干嘛呢 干嘛呢 大哥 电话也来接 换拖鞋 真的假的 都给我俩急死了 她倒 你这背着生生骂 干什么坏事呢 是好死 生生也在啊 医疗也来了 不是差你滚倒了吗 你们吃饭了吗 要不然一起吃吧 那我 好 好吧 好 那我给你们打仗 不用让他们自己打 谢谢啊 让自己打 我说你们恋爱谈得可以啊 谈了没几天 次次都在家里 不错啊 我说怎么突然就发烧了 不错了 不是把人家骗脏了 坏子 慢慢 铁打的默奢 一说病就病了 不错了 我说你俩到底吃 还是不吃啊 我给你吃吃吃 王可啊 喝洗个碗 你把我冰箱全吃了 哎呦 我也发育发育啊 你辅助你发育什么 我 我 你别管他 这哥还换一头行 踢谁小伙啊 下里搞这么隆重 那个 罗学生有事 走吧 什么事 急事 哎呀 我吃饱了 一静坐 刚喜欢碗呢 哎 说了有急事吗 那个照顾不重要啊 盛盛 我们先走了 哎 那个 九人家你把照顾好啊 我穿个鞋 我看什么给你拿走 鞋子 我帮你 我鞋子几个鞋子 帮你 我 你想做点什么吧 我都行 那我 我先去收拾一下物财 好 不是 平时加班多 家里也没什么能陪你 吴满了 为常 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 比 spending spending pajamas 刷刷手机 看看片子什么的 我好久都没关注电影 要不我看一下推进吧 不用了 不想看 不 不是 我是说不用特意去看 随便找一部就可以了 什么都行 好 那就随便找一部 走 走 有家不能回呀 看看 多甜蜜 真甜 他们俩在家里 你挪我挪 我们在这儿和西北方 一时半晚回也不去 闪点活动 闪点活动 主要现在也没地方可去 而且我这个车只能带一个人 你说我把你俩谁扔这儿啊 谁扔这儿都不合适 对不对 你把车扔这儿不就完了 那不行啊 我这是新买的车 这要车丢了 是你赔给我还我自己亏着 行 你就 你就守着你的宝贝啊 我就守着 郑哥 我们俩打车走 去我家 我心配了抬电脑 你叫他远 来 喊不去 行 行 你们都嫌我家远 你 你 你 谢谢 师姐 你看 赶到我照了 怎么样 好 看好了 来 好看吧 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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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手机我已经帮你冲上了 我去给你泡杯热奶茶 我去吧 谁啊 你和女孩子在一起 一般干什么 莫老师不知道的事啊 咋了 想干什么干什么 正经典 这多简单 跟他聊天 看电影 剧本杀 密室 游乐园也行 这不张子就来嘛 真的是 你 你 你俩回 你 别 别 别 快 别 别 我还只能说出来吗 就是聊天 看电影 去本杀 密室 游乐园 游乐园来不及了 什么呢 这天然确实不行 事还不少呢 哥哥 这天都快黑了 当然来不及了 人家都是早起去 下次吧 下次我给你订票 问了半天 那一句有用的 郑哥 就这态度 你还把我俩从家里 薅出来了 这 我说你 我 我肯定忍不了 我也忍不了 问问问 伯伯师 你什么意思 我们是大众莫 在外面瞎晃的啊 给你腾地方 你这不说谢谢就完事了 给你吃招你还嫌弃上了 谢谢 行 我说了 什么 谢谢 谢谢 别 撂了 忘了 笑什么 笑了笑 都过分了 那我回鹿云鹏吧 你们两个爱干啥干啥去 哥 就等你这句话了 你说我俩也没法走 就 确实也带不了两个人 走了非常幸福 把游戏 赶紧走 看你俩就烦 你看不着喽 到鹿云鹏说一声啊 哥 还希望给你 搞什么 干啥啊 都没有 多干啥跟便敌人都中这些 少천赛人,大家 卖来来来来来来来! 太好了去手了 你也要说了 我仲存在是一个 中国的事 可是你和我 也有 好特别啊 一会儿洗干净给你带回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没想要 我知道 但你不是喜欢吗 喜欢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 我们俩的关系 倒也不用这么客气 这个奶茶好好喝 那以后走的时候 让我给你带上 不用 不用 我问什么牌子 我自己买 让我们家超市进货 我们家开超市的嘛 替客人尝尝什么好喝 多近一点 要对客人负责 你们家超市口碑很好 医院的同事经常跟我说 对啊 开了很多年了 很多退休的医生 还喜欢打电话到我们家 让我们送货 是吗 你不知道吗 我过去不在这家医院 好 我过去不在这家医院 当然 没想到 我过去不过去不在这家医院 就有点美 想到 这家医院 就有一次 是 我再去看看 还有什么能吃的 这家新荣月敏超有名的 每天都这么多人排队 是啊 想吃吗 我请你 不过就是要排一会儿没事吧 没关系啊 我今天休息 那我们排队 我爸 盛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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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就像你 爸 叫你那么多遍没听着啊 没听见 没听见 怎么 想吃蟹肉月饼了 正好你妈下午买了 别排了 回家吃吧 来 上车 不不不不 我同学他们一会儿就过来 是他们想吃 我帮他们排队呢 我跟他们夸杀了海口 说我们家朋友 这个蟹肉月饼一绝 所以 爸 你先回家 等他们来了我去 我和你说啊 你妈下午买了好多 咱们几个根本吃不完 这样你让你同学 上咱们家里去哪儿 上车 不不不 爸 热乎得好吃 你今天有点奇怪 丫头啊 啊 平时让你来买 你死活不答应 说就不爱排队 今天什么情况 啊 体验生活来了 啊 哪有啊 该往前站了吗 嗯 嗯 你先走了 爸 爸 啊 你赶快回家 我一会儿买完我就回家啊 不是 不是我 我回什么去啊 我得买东西啊 哦哦哦那你快去买东西吧 嗯嗯 拜拜拜拜 拜拜 那那我去了啊 嗯嗯嗯 你刚刚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你还拍我一下 我还以为我爸认出来 或者你怎么了 你 爸 你不是去买东西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呀 嗯 你 你 你是 叔叔 莫医生 啊 对 我是 我终于把你想起来了 你经常去我家超市买东西是吧 嗯 我家超市就在你工作的医院对面 哦 是吗 嗯 正巧 巧嘛 我刚才看你就特别眼熟 但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 就 没好意思上来跟你打招呼 没事没事 哦 哦 这是我女儿生生 这位是莫医生 哦 哦 叔叔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在超市见过有印象 对 是啊 在超市帮我忙呢这丫头 嗯嗯 正生 你好 这丫头叫人的愣着看什么 我 我 你好莫医生 嗯 师生啊 你不知道啊 莫医生特别地优秀 我们超市那些病人的家属啊 只要认识莫医生的 都向我夸他 你说这小伙子怎么那么优秀呢 不讲话 叔叔 不敢当 不敢当 到你们了 哦 哦 那 那莫 莫医生先买吧 对对对了 好 好 谢谢 对 我家有好多 你这个 爸 爸 爸 他是我们超市的客人 你这么热气万一把 吓死他以后不来了怎么办 觉得他和我年轻时候长挺像的 爸 你不是要买东西吗 你这么晚 万一我妈生气了怎么办 是是是 我先去买东西啊 你买完赶紧回去 别让你买酒等了啊 你看这对对白拍了 赶紧去 赶紧去 好嘞好嘞好嘞 莫医生 超市见啊 爸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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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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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买好了 嗯 刚才我爸就突然回来 真的吓死了 你看我眼的好不好 嗯 那我呢 配合得怎么样 嗯 嗯 嗯 来 付好了我紧 下次嘛 反正这里我以后应该经常回来吧 嗯 那你一会儿上车就吃 热得好吃 谢谢你啊 今天过来看啊 没事 应该的 走 我送你回家 嗯 你今天生病了 好好回去休息吧 而且啊 万一又遇到我爸怎么办 好 哦 附近的地铁站在那儿 嗯 嗯 过去一直走 分钟就到 要不然我送你吧 万一碰到你爸怎么办 哦 行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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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说是同学来了 要一会儿呢 嗨 反正就在巷子口上 让她多玩玩呗 双双 好 你怎么又突然跑出来了 我 我家里人不着急我回去 我看你找不到地铁站 所以就出来看看你 你呢 你怎么也往回走了 好 我反正也没什么事 想在你家附近逛过 第一次来的 好 嗯 那要不然 我陪你走到地铁站 最快见 好啊 顺便带我转转你家附近 嗯 走 好 这条路之前真没来过 嗯 我想说 就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 我来过去 走 带我身空 走 好 走 来 你快就带我去 带你了 你去带我去吧 好 带我在路上 说了 本来是卖给同学子 没来我就自己拿回来吃了 小蝉猫 吃饭了还吃 少吃点 那我先下去了啊 小蝶 want 咸一口 小蝶 吃饭了 快吃 吃饭了 鸡蛋 葱 好吃吗 好吃吗 非常 汪老师 好久不见啊 汪老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还知道回来 几个书记没见过你了 我这不是太忙了 没办法 是也行 回来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虽然咱俩在一个医院 二科最近忙坏了吗 这一到冬天特别容易感冒 尤其小朋友 一天天往医院跑 两位大忙人赶紧干活 干什么 我之前跟人事商量过 这次得招两个人 你们可以看那个画五角星的 是递交简历 想加入咱们录音棚的 豆豆姐也太不心动人了 我刚回来就让我干活 一会儿还要回医院 回啊 夜半 应该是最后一个了 等一下写完意见 你就可以去加班了 好 好 来吧 来 谢小 各位老师好 我 我叫谢小 画面走调 我这次报名完美培训组 是因为我早年的一段经历 你 认识啊 机缘巧合 我可不会因为你认识 开里登哦 我也不会 我不是本地人 毕业之后 就出入社会了 做了很多工作 送过快递 送过外卖 我最赚钱的意思 就是在演唱会门口 卖那种灯 就是耳朵灯 我特别喜欢听 鼓风类的歌曲 虽然我的成绩不好 但是我小的时候就 语文还不错 挺喜欢读古文 古诗的 哦 我机缘巧合之下 加入了一个音设 我就在其中担任 写词的工作 我们不是音设 主要还是以配音为主的 那你为什么选择 完美配音 呃 是这样 我 除了喜欢鼓风类歌曲 我还特别喜欢听广播剧 我 我也有在学配音 我特别喜欢听完美配音 我发现了尝词 云统呢 广播剧 那会儿也就是微博刚有的时候 我就一直默默关注你这个圈子 一直支持你呢 所以其实配音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但是网上不止我们 还有好几大配音社团 其实是因为早年我看了 你一个元老的采访 我觉得我和她的纯傻经理挺像的 都是父母的一眼 从小一个人长大了 好 那今天先这样 谢谢你 我粉丝啊 我可不愧因为她是你粉丝 就给她开绿灯的了 那 我有可能会哦 没远子 但诚实 行 看看她的配音作业 给你说个秘密吧 你这种大嘴巴还有秘密啊 这件事还别人真不知道 前两天 我报名了一个配音班 完美配音班的 难怪你小子没钱吃饭 合着全交学费了 这一次呀 咱们招两个正式员工 你报名了 必须的呀 我想着正式员工 有工资有社保什么都有 能代替我现在的工作不说 而且配音一直是我 喜欢做的实想 等我拿下了这份工作 就可以和你们一起 同甘共苦了 好事 人家是有名的配音公司 肯定福利好 就是吧 不一定轮得上你 谁说不是呢 那王卢人让我吗 怎么样 如何评价 公平分 还是分次加成 这名单里每一位 都是你录音棚的学生 我相信你给的 应该是公平分吧 行 那就直接打分 然后看总成绩 大交都打完了 就差咱俩了 一会儿给出 我让豆豆算个总成绩 好 好香啊 完美配音 不就是仓情词那家吗 对啊 我没和声声说吧 没 没说 不说最好 免得隔壁师兄多想 就是啊 隔壁师兄人这么好 咱们还是别给他添麻烦了 以后在声声面前 能少提强情词就少提吧 我们事儿 废话 你要是冷就进去 你要是冷就进去 有事儿吗 在这儿字杂的 我等你算分呢 这很着急吗 我准备明天算完 直接给人试 今天算好吧 毕竟今日试 今日闭 都八点多了 我算完人试也下班了 他确实着急 你就赶紧给他算吧 里边有他女朋友 当然不是 我这么大公务私 我真是担心咱们配音组 未来人才状况 我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算出来心理踏实 行行行 给你算 就 我们四个人打分 那 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 有几个 这届整体水平还不错 周正了 他有没有特别喜欢呢 不知道 没问 不问好 敢分公平 那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 比较 你能安静一会儿吗 我 什么来着 七六 这位小少爷 你能安静一会儿吗 我这算错了 一会儿又得重新算 您来 您来 不干活儿嘴还碎 您去上去吧 时间没到 一会儿就走了 几点了还不错 咱们这批新学院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分享送的粉丝啊 我想起来了 当时自我介绍特真诚 最后考核也很认真 那个小孩 他当时回忆自己过去的时候 我一下就想起 咱们完美刚成立那会儿了 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 我记得那会儿啊 你们跑我那个出租屋里面 在我墙上面 踢那个棉花弄入音间 我睡觉都没地方睡 你还说你光睡一觉 你干活儿吗 你能不能先算分啊 我一会儿这样去值班了 逗逗 她呀就是想知道 她那个粉丝的分数 够不够录取 你就赶紧算 她好踏实 要不然 她就这么一直 蹿上蹿下的 这样啊 不早说 矫情 就算你不想拖 盛上的关系 至少能让她问一句结果吧 看你一整晚 坐都坐不住 不 不行 我得坚持原则 怎么许愿醉灵 玩儿看看幸运吧 幸运不得相信 我友的专心的朋友 嗯 好的好的 你要和我说 具体的出生日期 程式 要具体到几点啊 具体到几点 这得让我问我奶奶呀 必须要 具体到几点吗 最好有啊 要不然会不太准的 谁呀 兴臨 不乱是 挂了 小子挺有性格 忙不忙 还行 在家里坐不住 来超市帮我妈了 你呢 有个广告要录 加油 我来 问出生时间实在太麻烦了 要不然 我就只填出生日期 不要那么精确可以吗 也可以吧 只是你给的时间 我给你算的一个转 喂 谁啊 请问 接电话的是谢小吗 网名是 走调 你不会是 我是完美配音的风雅宋 风雅宋 你们还算不算 我不是被录取了 我还是被淘汰了呀 不会是安慰的大奖吗 你小子挺逗啊 不愧是我粉丝 你被录取了 真的 真的假的 我真的被录取了吗 我 我第一次跟您说话 我现在心情有点激动 我 我以后真的是 完美配音的议员了吗 对 你以后就是我们的人了 知道你现在开戏 我还有事情 先不说了 明天人事部的老师 会联系你 告诉你办理入职 手续的时间 要带的证件 还有后续的事情 好好好 没有问题 我二十四小时 等你们的消息 期待正式见面 所以听见了 在这门隔音的还好 可以啊 你小子 完美配音新朋友 恭喜恭喜啊 你让我听不懂 我现在的心情 这我感觉太奇妙了 我一天之内 不是一夜之内 我就达成了两个心愿 你这偶像可真多 一会儿枪金瓷 一会儿风亚颂呢 枪金瓷 那是大家的偶像 风亚颂可不一样 他是我爱上这一行的理由 完全不同 那孩子简历上面有 朝朝暮暮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不会有 第二个朝朝暮暮吧 对 才是盛盛的朋友 难怪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上心呢 这么晚还等着出成绩呢 你不跟人家说一下 他朋友来咱们铺银棚了 本来想说的 后来一想 还是让他朋友 亲自跟他分享吧 欢迎光临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要去录广告吗 想过来看看你 那早知道 刚刚让你送我过来朝食了 殊途同归 你晚上除了鲜肉月饼 还吃了什么呀 没吃 一直在忙录音棚的事 他们在朝夕 那我给你找点吃的 这个是刚煮了 从家里带过来的 我给你弄一点 你喜欢吃什么 我要吃萝卜 冬笋 海带结 鱼豆腐 千叶豆腐 可以了 这个萝卜呀是刚煮的 可能煮得不够糯 你凑合着吃 这个冬笋煮得刚刚好 不软不硬 你尝尝 我煮的 亲手煮的 那你先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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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嗯 啊 欢迎光临 哎 哎 哎 沐瑞这里在啊 啊 这么巧 这里的观众煮超级好吃 每次都要抢的 给我也来一份 好 你想要什么呀 和她的一样 她要的你都要吗 都要 好了 谢谢啊 吃完结账 妈 帮我热一下 好 谢谢 你在这儿吃啊 拿回去都凉了 直接吃完回去呗 我还有个收货报告没写呢 我得回去啊 那你回去呗 好像这萝卜炖的 火候不太够 你觉得呢 对我来说刚刚好 你喜欢吃软的 是啊 小姑娘 和你妈妈说 下次多祝货 好 这鱼豆腐不错耶 很新鲜 是不错 煮这些手艺很好 你好 你的饭好了 那边女生在一起结了 不用啊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小票还要吗 不用 谢谢 那我先回去了 沐医生 走了 再见 听你们科室的人说 你今天生病了 没事 想毛病 假的我出毛病来了 不过我们科室春节也忙 我只休了一天 我听说你爸生院长了 对 恭喜啊 可惜不是咱们医院的 谢谢 不过你也是想不派 不去你爸的医院 非要来这儿 在自己亲爸手底下做事 容易得多 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萝卜不错 你再帮我加两块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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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回来等我聊天 有外人在 要是被发现了多不够 一起结还是等一会儿 我还要再拿两个酸奶 最后一起结 我真的觉得这个萝卜很好吃 那我先回去了啊 莫医生 那我先回去了啊 莫医生 欢迎下次光临 今天 超市里怎么不放歌啊 那莫医生你想听什么呀 我最近在网上听了一首歌 很火 古风的 朝夕 那我找一找 不一定能找到 各大歌曲排行榜都是第一 应该不难找吧 好像是秦人节那天发的 成绩还不错 嗯 就是这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万成人身定非礼 听出你的身影 说我很想要你 不方便 不方便算了 结账吧 我明天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那边 拿东西 走走走走走 男嘉宾 不 Pacific 早稍等一下 我走走走 Ara другой 工作室 那我肯定就同意了 听见你 请我出声音都哭泣 听见你 说我很想很想你 读懂一幅画外影 读懂你的悲心 一遍遍日就生气 你刚收完音笔能骑车吗 骑车带你应该没问题吧 上车 嗯 怎么了 我们分开的这两个小时里 发生了什么呀 你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见你下班就很开心啊 你知道路吗 知道 刚查过地图 坐稳了 坐稳了 坐稳了吗 嗯 那我加速了 嗯 快 嘿 是什么原因 心动动跳不停 世界都变得好安静 嘿 想想过的你 是怎样的表情 抱着我吧 前面的路比较低 前面的路比较低 我跟我们说 轻松的路比较低 我们在我们的路上 下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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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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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好香啊 谁家这种饭 前面又站着到 又到了 你先停一下 停一下 你等我一下 怎么了 没有人 我带你去看看我家 走 你打算什么时候 放一首歌 雨军贵吗 我觉得太高调了 不好意思 是哪一个 这儿 就是这栋啊 从那个蓝色的门 进去就是 这一栋就是我家 熊生 熊生是你吗 是我 哥 你站在干吗呢 那人是谁啊 对 就是这儿了 你 你一直直走 然后右转 看到一排那个门 你看一下门牌号 就知道是哪个 谢谢你啊 小妹妹 不客气 叔叔 是 娘 我还好 我还没他 看你 我还没 我还没你 我还没他 日快又 没我 二贵 第一贵 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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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外公 嗯 回来啊 这 这怎么回来啊 水果好了吗 三哥 马上 嗯 双双 回来了 冰箱里水果快没了 我又买了一些 来 外婆 你先吃这个 谢谢 三哥 双双 我看看刚刚楼下那人 干吗呢呀 问路的 问路的 真问路讲问路啊 真问路的 我怎么觉得 你俩认识呀 认不认识啊 认识 认识 怎么认识的 别紧张啊 不是 是那个超市对面的医生 她说她那个女朋友在 住在那个弄堂里 她第一次过来 所以我就顺便给她指了个路 女朋友在这儿 对 不是找理由跟你说话吧 没有 我又不是大美女 又不是谁见了我都喜欢 盛盛 嗯 她真的是医生吗 你看过她工作是没有 还是她故意这么跟你说的 想剥夺你好感 我跟你讲啊 现在这些小男生啊 可有信仰了 哎呀 你们这几个当哥哥的 也真是的啊 要给妹妹一些自由 尤其是给她交朋友的自由 外公 话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网上可都说了 社会变得可复杂了 我们家就生生这一个姑娘 你单纯又容易相信别人 我们给她把关是应该的 对吧 对对 我就是顺便给人家指个路 外公以为啊 美好的爱情 第一在于缘分 第二在于意外 意外 我跟你外婆的相识 就是一场意外 想不想听故事啊 想 想 你外婆的哥哥 当年参军打仗去了 一走就是很多年 一直没有音讯 你外婆跟他哥哥的 感情非常好 一直想念他哥哥 一直想到没有念想了 突然有一天 李弄李湘 有人喊他哥哥的名字 有一个小伙子还答应了 你外婆哭着就跑出去了 结果当着一看 这个小伙子不是他哥哥 但是名字一模一样 由于你外婆太过失望 又太想念他哥哥了 你外婆就抱着这个小伙子 使劲哭啊哭啊 怎么劝都劝不了 这个小伙子很有耐心哪 就一直在哄你外婆 哄啊 哄啊 哄到最后 就结缘了 那 那个小伙子就是您 那 那个小伙子就是您 你说巧不巧 这也太巧了 你外婆哥哥的名字 跟我一模一样 这就是个意外嘛 是挺意外的 当然了 你外婆哥哥的形象 比我要强很多了 我怎么说的 外公您最帅了 外公您太谦虚了 在我心中啊 您才是最帅的 嗯 生生啊 还没睡呢 怎么又开灯了 外公你还没睡啊 没事我睡不着 想歇歇曲子 您先睡吧 你装热情嘛 早点睡 那我小声一点 李嘉宁 你太悲 objectives 我一来的 你未来的 你不在 你不在 我现在 你不在 你不在 你知道吗 我 你不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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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哥 铁打的呀 回来就工作 睡不着 还不如把之前欠的都录了 好了 那我进去了 上次你女朋友来 我也没好意思盯着人家看 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有照片吗 没有 大哥这是你女朋友吗 没好意思喝她药 合照 合照有吗 也没有 其实我们 没见过几次 我以为周正他们跟我开玩笑呢 那 那你这算是网恋吧 算是吧 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其实我跟我老婆也是忘恋 打游戏人似的 在一起做任务做一年多 一年多之后我们俩才开视频 连线之前我这紧张啊 我就祈祷 别管你长成什么样 我 毕竟我没有感情基础嘛 对吧 只要别像我妈那个岁数 哎 就行 但是最后你也如愿了呀 如愿 欣喜若狂 好了好了 不扯了啊 干活了啊 嗯 来 你看一下这个广告啊 今天这个广告分十五秒 和三十秒两个版本 微游长得也不一样 咱们先把这个短的 十五秒的给录了啊 我先溜一下啊 这段广告词有点拗口 能改吗 这段话用在广告词里 会有点太书面语了吧 品牌方的人 会过来全人录音吗 你跟他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之前他们倒是说过 录制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录完之后 电话里给他们听一遍就行了 丁棚他们就不过来了 冒哥 那我们先试一遍吧 看看怎么改好啊 我们每天见面的频率 是不是太高了 遇到你了 刚忙完 睡了 晚安 晚安 要不要打个 睡前电话 不要了 你白天发烧 晚上加班到现在 该睡觉了 好 明天我在超市 你要想见我 随时 好 晚安 这次真的晚安了 不许回 马上去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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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今天周末你不睡乱觉啊 难得周末我帮你看超市 帮我看超市 真的没别的事 没有啊 我看超市